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今天就是拍你們最心急想看 而我又最心急想拍的一個 Black Friday Haul 其實今年大氣候影響 購物肉已經降低了很多 所以今年我已經修煉了 但還有少少的戰利品和大家一起分享 如果你想知道我今年Black Friday入手了什麼 有什麼是很划算的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首先就是Selvages.com 這個網站每年只減一次價 就是在Black Friday的時候 所以通常11月左右 我就會放很多東西在購物車裡 然後到時看看它是否真的有減價 便宜不便宜,還想不想要 還有還有沒有貨的 今次的收穫就不算特別多 好,搭積木一隻手都可以拿 這兩支The Ordinary的去眼腫Eye Gel 就是補貨用的 我的化妝桌長期都有一支 如果焦了眼腫的時候 你塗一層然後按摩一下 很快就會燒了 但有些朋友都說如果經常用 它會慢慢地沒有那麼有效 所以千萬不要每一天都用 你真的眼腫的時候才去用 其實很划算的 一支 減了價才45元左右 所以我就買了兩支回來 用來全貨用的 然後就有Shout Tuberi的這個粉餅 其實就不是什麼生產品 但是呢 我真的覺得厚碑實在太好 就想買來試一下 摸上去的粉是非常滑的 真的好像一個C質的感覺 然後就有兩盒Hour Glass的 一個呢 就是遮瑕膏 另一個呢 就是Highlighter 其實今天呢 不完全算是開箱的 因為我的箱全部都開過了 看看產品有沒有問題 特別是粉狀的產品 如果有些什麼碎了 裂了 爛了 或者鏡子有什麼問題的話 就要去退換 等拍片開箱 所有東西都離開的話 可能已經不承認 所以我之前已經開過來看的了 那我發現呢 我這次買了很多的Highlighter 哇 真的 有點被自己驚訝了 為什麼需要這麼多Highlighter 呢 那這次呢 就買了Hour Glass的遮瑕膏 這一盒呢 是很多好評的 所以呢 我就買了回來試一下 我買的色號呢 就是Sienna這個顏色 給大家看一下它的樽身 其實很有質感的 有一點點重量 是一個磨砂樽身 然後燙了一些金色字 看上去很高貴的 然後這個迷你的Highlighter 就是因為我抗拒不到一些 mini size的化妝品 是不是很可愛呀 它的色號呢 就是Dim Light 再來呢 就是NAS也有兩盒 大的這一盒呢 就是NAS的眼影盤 它是Extremi Best Eyeshadow Palette 非常之簡約 很大的字NAS 然後呢 盒上有一條條的坑紋 看上去真的很有NAS的風格 打開裡面呢 是有12隻顏色的眼影 那我試幾隻顏色給大家看一下 嗚 你這樣搓一搓它 就已經 感覺到它們是很滑 然後很貼 還有呢 是很好blend的 你看到那些顏色 用得多日行的眼影 你習慣了那種透亮感呢 突然間摸到那些那麼顯色 然後那麼出色的眼影呢 真的有點不習慣 所以呢 很期待 很久沒試過化這一類型的眼妝 然後到小的一盒呢 就是NAS他們很出名的遮瑕膏 其實他們 G-John Cream狀那種呢 我用過的 都好用的 但是這一款眼狀 膏狀的呢 我就沒試過 所以買回來啦 我的色號呢 就是Custard 因為呢 我Cream狀那種也是用這顏色 所以我想 眼狀也應該是這顏色的 裡面看起來很滑 不太捨得用手指滑下去 所以呢 遲些才試給大家看 然後就有兩支唇膏 都是偏向秋冬系的顏色 有金色盒呢 就是YSL的610號色 它是這個包裝的系列 應該不算是最新的了 但我看它減價 真的很便宜 所以就買了回來 顏色也是一些很發財 比較透薄的 一些奶茶裸粉色來的 而另外這個呢 就是Laura Mercier的 瓶身是一個萌萌的金屬 是有磁石的開關的 所以我自己挺喜歡這一類型的 顏色呢 是比較上深啡色的 啡啡紅紅的顏色 我自己上網看 就說這個顏色是今年秋冬大熱必入的顏色 所以呢 我就老波藥地入手了 然後呢 就到這一盒了 如果你們有追蹤我的Instagram 應該在某一個星期六的早上 是被我燒到狠狠的聲音 就是Charlotte Tilbury 他們的官網呢 今年真的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原本呢 這一盒的眼影 它是12隻顏色 是賣670元的 但是呢 我是前一晚知道了 已經買了入手了 但是我真的怕它是一個筆 然後可能告訴我 哎呀 我們設錯了價錢了 不是這樣的 要退錢給你 所以呢 我就一直都不敢跟大家分享的 那一晚 直至到早上 隔了一整天 原來都還有 還要還有貨 那我立刻發出Story 那裡燒大家了 應該很多人都買了 就是他們的Pilotos 12隻顏色的眼影盤 那剛才說過 原價670元 那究竟有多瘋癲呢 就是今次半價335元 再買一送一 那即是原價670元的東西 就170元左右 就買了 是不是很瘋癲啊 這件事 我覺得整個Black Friday 最底最瘋癲 最瘋狂 就是這一盒了 大家看看這個眼影盤 它是磁石的開關 之後裡面有鏡子 還有看到一些顏色 這個Pilotos的12色 真是無敵百搭 它們的粉質 又是不需要懷疑的 輕輕一摸 已經非常顯色 然後呢 看到嗎 這個顏色 我也是第一次摸出來 哇 超級顯色 還有這些霧面的顏色 你看到表現都不錯 然後 嘩 它很滑啊 跟剛才Nars的眼影一樣 品質都是超細緻 不會有粗糙的粉粒 所以這一盒 都算是今次Black Friday的冠軍 然後就到這兩盒子箱 都是來自Beautylish 它們是分開落單 所以分了兩箱幾個 這一盒主要是一些化妝品 我自己覺得今年Beautylish 它們減價的幅度 蠻大 和蠻吸引的 那我就買了一些 香港比較難買的牌子 例如有Jeffree Star 就有這兩盒 正方形這一盒 就是它們的碎粉 然後這麼鎖色 就是它們的遮瑕膏 包裝超級少女系 它的蓋子是淺粉紅色的頸面 然後裡面呢 讓我嘗試開來看看 是這樣轉的 應該不會掉些粉出來吧 讓我嘗試一下 很緊張 它有貼著的 對 應該這邊就會是一些洞洞 然後就這樣移出來去用 但是呢 就沒有任何的粉粒 對 沒有任何粉粒附送的 所以就要自己用掃 我買的顏色就是Rose 一個非常非常淡的粉紅色 就是台灣Katy她推介完 一直很心動 放在購物欄 我終於等到它減價了 然後呢 就有這個遮瑕膏 這個我真的沒有開過 我看看 它的包裝也是超級無敵 像那些美少女戰士的 哎 哎 大家看看一打開出來 它就爛了 上面本身是有顆星星的 然後 就裂了出來 唉 我真的粗魯 但其實都無損它裡面的產品 看上去 還是好像一個變身棒 很漂亮的 再來有一套 就是Juno的美妝蛋 大家看上去好像平平無奇 它是SpongeBob的特別版 讓我開來看看 它們真的好可愛呀 看不見到這個額紋呢 是有SpongeBob和Patrick Star的 是不是超可愛呀 我自己本身都有Juno的美妝蛋 我覺得它也算挺好用的 因為它外面是有一層絨毛 沒有那麼容易吸光粉底 而且你會看到它濕了水之後 是非常之有彈性 比起它還沒有濕水之前 而且尺寸真的有膨脹度 所以這次除了因為它和SpongeBob 去Cross Over 出了這個特別版 我自己很有興趣之外 我也是覺得它本身是好用的 我才會去買回來的 設置裡面還有兩顆很小 迷你的美妝蛋 超可愛的 還有一個蕃茄是用來洗Sponge的 繼續有這一盒的VDL 這一盒是很便宜的 一百元也不用 但我覺得它不是那麼值 我打開給大家看看 你們就明白了 它們是VDL很出名的一款 本身我打算買一套回來 可以試兩種不同的一款 但是你看到它的尺寸 好像指甲有那麼小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韓國買東西的時候 他們很鬆手 就覺得這個尺寸 不應該要錢的 應該是買其他東西送的贈品 所以雖然它很便宜 但它真的很好用 再來是有些收容和打量產品 有一個牌子叫做Druel Druel 我也是第一次去接觸這個牌子的東西 看到很多人評論都說他們的光影 所以我這次趁減價就入手了 我買這個色號叫Skinny Deep 其實有點像玫瑰金色 我雙手都很滑的 完全沒有粉感的 然後光澤感 暫時看上去都挺漂亮 然後這兩盒都是一模一樣的 這個顏色叫Moonstone 是我化妝生涯裡面 數一數二最喜歡的 所以這次我是回購回來 我看到它的Mini Size 買一送一 除了幫自己補貨 補一盒之外 這一盒我打算留在新的Instagram 做Give away 遲些可能1000個追蹤 或者看有什麼特別活動 就跟大家玩一個Give away的遊戲 送給大家 因為真的很喜歡用 很想和大家分享 然後到紫色這一盒 我心疑了很久很久 它已經出到第三個版本 我才捨得買 因為原價真的很貴 所以這次Black Friday 我終於狠嚇心場 帶它回家 就是Calvin O'Connor他們的收容書 裡面有淺中心三種收容顏色 有一個很漂亮的漸變胭脂 以及兩個光影顏色 平日他們買一隻收容顏色 已經三百多元 所以這次它這麼多東西加起來 才二百多元 真的馬上放進去 立即落單買 最後就到最重的這個箱 裡面只有一個牌子 就是新興的一個護膚品牌 我覺得它是在打The Ordinary 我覺得 我現在開給大家看看 裡面基本上是這個牌子 大部分的產品 我已經一次過入手了 就是這一大箱Good Monocles的產品 對我來說 它是一個比較新興的品牌 但可能它已經在市場上存在了一段時間 而我自己不知道 它的特別之處就是 每一樣的產品都是很便宜的 一百元內就已經買到 這次還要是Black Friday減價 所以特別特別便宜 我就打算買完整個系列的產品 就做一次白老鼠 看看有什麼是特別好用 或者是其實不好用的 連幾十元都應該會省 之後試給大家看 正方形這兩盒上面 就是他們的卸妝膏 下面就是一個咖啡因眼膜 然後到洗臉這個步驟 就有一款保濕的肥皂 它是一塊塊的肥皂 如果我沒有記錯 它們只有一款肥皂 但有大肥皂和小肥皂 看上去好像一些藥水瓶一樣 是不是很搞笑 接著有三個美白產品 有一個是用來均勻膚色 去引去斑 一個是整個肥皂 曝光 還有這個挺有趣的 它是美白粉 最小的一盒 它是可以加進其他的肥皂 或者是你的霜霜 做到一個加強美白的效果 接著還有三支不同的精華 有最基本的透明質酸 另外那兩支 我都不太清楚是什麼 所以可能到時用 做review的時候 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然後這一款去角質產品 我也覺得很有趣 它裡面是一些乾的粉狀 裡面是一些菠蘿粉末 總之就是把它們倒在手上 再加少許水 然後起泡 塗在臉上 用來去角質 是不是沒有聽過這些步驟 我覺得很可愛 整件事 再來就有一支 Squally Oil 還有一支 Priming Moisturizer 最後還有這一塊 洗臉毛巾 就是我今次全部入手的 Good Monocuse 產品 如果大家都有興趣的話 記得留言告訴我 讓我有點動力 開它們來試 如果不然我會放在這裡 經常都忘記了開 到時會拍一條Youtube的影片 專門介紹這個品牌 還是放在我的新Instagram Dottie Heidi Reveal 用來做一些產品review 給大家看 用文字的形式 或者小短片的形式 大家也可以留言告訴我 今天這個Black Friday Haul 就完滿結束了 其實還有一盒的Look Fantastic 只是未記到來的 但是產品不多 而且這個網站 真的最遲 我試過一個半月才收到的 所以不等它了 這堆東西有得看 沒得用真的很辛苦 那就拍了給大家看 我自己又可以開來用一下 如果有些什麼 你們都覺得 今次Black Friday買得很划算 很想燒我的話 歡迎留言告訴我 遲些還有Cyber Monday 希望大家都喜歡今天這條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個Like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我每個禮拜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逢星期日錄下的新片 還有星期日也有三二點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